各位欢迎大家收看每日与主同行 我们今天去到耶稣出身的地方 是哪个地方?就是伯利恒 伯利恒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 是拥有一个很长的历史 我们从旧约之中 一开始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就是在初世纪 这个地方当时记载到 亚国的妻子拉杰就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 提到他去到伯利恒 他就在那里来难产 然后就去世 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伯利恒 你会知道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拉杰的墓 不过一般人去不了 因为现在的以色列政府的规定 拉杰的墓只能够是犹太人才可以去 不过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伯利恒占有一个很长久的位置 他是带位的一个家乡 亦都是以后的日子里面 耶稣基督就在伯利恒里面来诞生 我们看福音书的记载 我们会记得在伯利恒的地方里面 在那个地方之中 耶稣来到他诞生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马曹的地方里面出生 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伯利恒 你就会见到在那个马曹的上面 建了一个很大的教堂 你进入这间教堂的时候 就会来到去参观耶稣出生的地方 在那个教堂 基本上是由几个教派来到去联合 所管理的教堂 你进入这间教堂的时候 如果你去过你会知道 你需要屈身进入一个小门 代表着你对耶稣出生的地方 一个谦卑来到去参观 然后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很小的有一个十四角的一个星位 那个地方就是传闻 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 我记得当我去的时候 虽然很多的游客 在我的旁边左右一起去围绕住 但我见着这个耶稣诞生的地方 可能未必很准确就是这个位置 不过这个地方就是纪念 就是耶稣在这里来到诞生 他为谁来到诞生呢 就是为你和我 我记得当我去看的时候 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受 耶稣的诞生 为我的生命来到去赐下 祂的生命降生在这个地上 你要呼召到我们今天 同样对祂卫生在其中 可不可以请你一起去读一读 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出生的经文 然后一起去思想 耶稣为谁来到诞生呢 我希望你感受到耶稣就是为你来到诞生 耶稣的诞生 祢磨散 Präsid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